艺术家沙凯森老师希望透过多年以来 其回忆的理念 以写实的风格 遇到随心自在的创作题材 从他的新画来演绎过去的记忆 他有一种童真的氛围 发掘自己灵感的创作 在画笔下扎实生活 我觉得画画对我来说 是我一个心境的抒发 那也是我开心跟不开心的组合 同时用久远的记忆来表达艺术创作 让灵性对美营造氛围 一直随心所欲地表现艺术创作 让他勇于在传统中创新 我画了一阵子 而且是一层又一层地画出来的 我心情好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我用的色彩 是比较亮丽的 当我心情不是那么好的时候 我用的色彩就是比较暗的 他借由美学的角度捕捉内在光影的反应 并探知记忆对内心世界的渴望 这些描绘捕色彩缤纷的过程 代表他自我周遭环境的关系 在本次展览外 更有曾经出现在你我心中 有快乐有悲伤的生命特质 人间卫视王天伦高雄采访报道